大家好,今日我将会同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 扩充功能程式 个扩充程式名字叫AdBlock 它是一个免费, 简单而且有效的浏览器扩充工具 可以帮助拦截网页里面的广告 从而令你得到更好的浏览体验 在广告拦截方面, 它可以拦截网页弹出的广告 横幅广告和视频广告 而在私隐保护方面, 程式可以防止第三方追踪 使广告商难以追踪你在浏览过程中的行为 而程式还有自定易选项 可以自定白名单和广告拦截编好 跟着下来, 我会同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安装和使用 首先用滑鼠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浏览器右上角 三点图标,按一下 在选单里面选择Chrome应用商店 进入Chrome应用商店页面 在画面上方中间搜索栏打入Adblock 然后在键盘按输入 在搜索结果里面,选择Adblock 画面会显示相关程式的详细资料 在画面的右上角,按一下加入Chrome 然后,再按一下加入扩充程式 画面会显示信息,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Adblock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个程式 首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进入明报多伦多网站 Adblock 程式已经将所有广告过滤 按一下右上角Adblock 图标 里面看到,已经将这个网页里面 26个广告过滤了 我们现在试下,按一下 下面的一个暂停程式键 然后再按了上角更新键 可以看到程式暂停后 所有广告再次出现 按一下右上角Adblock 然后再按一下右上角Adblock 图标 然后再按一下下方的重新启动程式键 所有广告即时过滤 按一下下方的重新启动程式键 按一下右上角Adblock 图标 按一下右上角Adblock 图标 哪一个网站和哪一组网页 不启动程式过滤广告 而另一个设定是可以选择网页里面 哪一个部分不想显示 结 побcxxx 2 and matching 选择哪一个部分不想显示 只要选择 选择哪一个部分不想显示 按一下右上角 At Black 图标 然后再按一下右上角 设定键 进入设定页面 里面可以看到程式的统计图标 程式的一般设定同过类列表 如果是一般的应用 我们用物认设定就可以 接着下面那一项 我们可以自己设定黑名单同白名单 我们现在试下自己设定白名单 在停止过类 右手边向下箭嘴按一下 然后输入白名单网址 我们将明报多伦多网站网址 加入白名单 然后再按确定 网址即时加到白名单列表 现在返回多伦多名报网站更新网页一次 网页里面的广告再次显示 如果想更改白名单列表 可以按一下编辑制 然后作出修改 修改完成后按一下储存 这一个情色对于我们常常上网的人士 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令到我们在楼那网站那时候 有更好的体验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 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程式 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看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意 分享 按赞 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